我们就直接先来看了 因为这个 刚刚选上这个新竹市长的高宏安 他这个案子没完没了 涉嫌诈领助理费 涉滩案 那么昨天呢 他好多地方都被搜索 这个检调分了 纷纷八路搜索 约谈了他还有他的男朋友 以及现任办公室主任 陈焕宇前脸书小编 台大13倍之一的龚卫文 那最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十几个小时 马拉松是征讯之后 高宏安他是以60万元交保 那他的男朋友吴宝请回 那么其他人呢 各以10万元交保 那么主要这个部分呢 引起媒体注意的是 已经由他治案 转为真治案了 什么意思呢 这是不是象征日后 高宏安被起诉的机会 大大的增加 好那接下来呢 因为牵涉到他的市长路啦 各方都在讨论完 完了 那接下来市长路充满了变数 好那先是敢不敢押 何时押 是在就职前押 还是就职厚压 这个差别在哪里 不过一开始呢 刚刚历史哥就先跟我说 你对于交保60万法界人士 有点意见 对 其实这个蛮白痴的 因为说这个案件 白痴 因为这个案件搞不好 就是60万啊 那你竟然叫高 用60万交保 我们想要请教一下 很多人啊 虽然说这有用那个88枪 那个是6万块交保 88枪要不要应该是要880万才对吧 我们现在在台湾 不是 问题是那个6万交保的不是枪手啦 是啊 对啊 到现在还在找嘛 对 直达会来说那个6万这个60万 所以我们就常常在讲说 这个传统来讲 我们遇到事情怎样 叫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理论上是这样 但对不起啊 民进党不一样啊 他甚至希望你讲 坦白从严啊 那抗拒呢 他抱歉 他就是怎样 他都不会让你抓到他 所以他们呢就抗拒到底 他完全不了你 那如果对于一般 不是民进党的这些政治人物 他就是非常严打严反 不过我觉得这事情呢 有几个比较细节的地方 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第一个呢 是我觉得高宏安跟这个 他的男朋友这个Jack 就李中庭 我认为他们开始有比较正经的 或者是说很严肃去面对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找了两个委任律师啊 一个叫做陈忠豪 另外一个叫钟维翰 那陈忠豪呢 跟钟维翰他都是 北检的黑金主出来的 所以他现在就是要来 直接来对这个司法做直求对决 我想这个态度是好的 因为你面对民进党啊 我们必须讲 民进党哦 全党都什么 都赢法律的 全部都是法律人 所以你只有以法对法 因为否则的话 你想法律的律对我们来讲啊 是什么 是规律的律你知道吗 是要按照规律来遵守 对民进党来讲是绿色的律啊 那法律是天下绿色的名义啊 所以我们要遵守他们是拿来利用的 对没有错哦 我们的法律跟他们的法律呢 同音不同字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确实找这两个律师来讲 应该是会来对这个司法的部分做一个更加的一个这个严防死守 所以这点蛮重要的 而且我们讲陈忠浩律师他之前是照封案的 一个立下大功 所以他办过大案件 所以这个他是专门来对高宏安的 那这个中文汉律师呢 他是对这个李中庭的部分 那李中庭呢 这个中文汉律师他之前哦 被人家说是检察官逃难潮啦 因为当时天下第一署这个沦为重灾区就是北检 我们都知道北检这几年根本沦为民进党的政治打手啊 所以我想这位律师他 不想要留在那边同流合污的话 这位法律人我想他应该也有他的一些 个人的一些生涯规划跟报复啦 当然后续我们还是要看 到底这里面 检调在这工坊里面到底掌握多少 那还有一些比较危险的讯号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在调查局里面 他们有提供一些想法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关于这种案子呢 有时候老实讲啊 就是所谓的漏袭啦 那这个漏袭他有一些灰色地带 那他大概分成几个官窍 跟大家来做一点分享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在检察官这一层呢 那你就已经比如说认了 那通常你可以换到还起诉 但是如果呢进入到一审级的时候 那你不认然后你就被起诉嘛 那你可能进入到一审级 那进入到一审级的时候你才认 那你有可能呢是缓刑 那如果再不认那你就可能一直打诉讼上去 那大家还记得吗 之前新北市曾经有三个议员被拔掉 而且其中有一些是非常之深的 甚至拔掉后来还补了两个时代力量的 做了一个月的议员嘛 那这个残送18年 大家了解到这件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呢老实讲还真是可大可小 到底里面有多少 因为我们现在外界老实讲 我们也没有证据物理抗花 但是我们可以帮大家做一些梳理 那另外呢这个我们今天也看到说 联合报帮我们做了一个整理 我们请导播来帮我们带一下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呢 现在几个工坊主要是在这里 因为大家很关心什么 很关心的是说 到底高宏安能不能就职啊 那虽然说这里面有几个点 第一个立院保护伞 那立院保护伞呢 如果说现在因为现在是立院 如果不同意逮捕 那当然最后就是12月25号就职 那如果检方交保请回 那目前是交保请回嘛 那就一样12月25号可以就职 但是如果说立法院同意逮捕 那到检方申押的话 那法院最后裁定交保 还是12月25号就职 可是如果呢 经过立院同意哦 那在这个什么 在收押没办法就职的话 三个月内他必须要能够出来 所谓的宣示就职 补宣示 否则的话就会进入补选程序 当然这个是非常极端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假设进入到 所谓的司法程序 一审如果贪污有罪的话会停职 那由副市长来代理哦 那如果 二审然后判着无罪的话 那就负职 如果二审有罪 进到三审定验的话 那就会解职 但是当然我们知道 可能司法怎样 是旷日废死 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的结果呢 其实里面有个关键 现在有个极端剧本啊 哥哥 你知道吗 现在大家在想啊 刚才我给大家梳理了这个 我们用这个 借了这个联合报这个图 里面他少讲一件事情 就什么呢 就如果说啊 他在去立院就职之前的 那个 对 说说从立院辞职到 新竹市长就职之前 几个小时的空档 不定谈去逮人 就是最晚在24号辞立委 对没有错 到25号就职 这段时间 搞不好会不会被逮进去 所以现在大家就在想说 民进党会不会干得这么狠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当然我们必须讲啊 这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可多的 我高雄人我亲身经历过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就高雄市长被罢免嘛 那个时候大家也说 好啊好啊 在拴贏就好了啦 别太敲过啦 不要政治追杀到底 强扣莫追啦 那不要逼着狗急跳墙 但民进党最后还是一刀 红刀子进白刀子出 最后高雄市还是挂掉了嘛 所以今天你说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所以我们最后做一点结构式的分析 我们来猜测一下民进党的心态 我认为现在民进党分裂很大两块 一个是要继续证明说我没有错 我们这一次1126的败 就是败在三大战犯 第一个叫抖音 第二个叫小红书 第三个叫中共共鸣者 这个是新的名词 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中共同路人加中共自己人的升级 只要今天共产党会放屁 你跟着会放屁 你就是共鸣者了 因为屁声很响 抱歉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这个就是不认错到底 你看郑文燦最新的检讨报告出来 他根本没有要认错意思 怪抖音 怪东怪西就是不能怪老佛爷 正没错 正怎能有错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一派死硬派的 他如果用这样继续杀到底的话 那他就证明他们是对的嘛 为什么 因为高宏安根本没资格选上 是被你们用抖音 被你们用小红书 被你们这些中共共鸣者 硬是拱上去 歪曲了我民进党的执政啊 那另外一派像何志伟出来喊暂停了嘛 那何志伟这一派就是比较传统的民进党政治人物 啊好啊好啊 差不多了好啊 因为我们讲真的哦 政治中就是众人之事 人中就讲个情 其实讲白了 为什么陈水扁现在还在外面到处浪晃 为什么 因为老实讲台湾人很重情啊 好啦你个正会总统啊 你当过总统好了啦 也让你那么难受了 虽然我也很不满很不爽 你还在外面整天服选你儿子讲些五四三 不过整体来说也没有把他逼到死角嘛 可是我们真的不知道 现在民进党哪一个路线的人会抬头 但我目前认为哦 这个所谓采取强硬路线 追杀高宏安到底的这个路线的 抬头的机会 我看起来目前是六四开 可能更高一点 哦那既然讲到 有没有选择性 其实刚刚我们就很多时候 这个案子一开始大家就联想到 你韩国一选上高雄市长就搞罢免 高宏安一选上新竹市长的时候 你就找检掉 所以大家难免会问说 这是不是政治追杀 这有没有在秋后算账 那尤其呢 这个高宏安一直在挖新竹的大秘宝 包括了足科单身员工宿舍 内部整修竟然要1.2亿元 还有12亿的新竹棒球场 以及这个永远盖不完 没有办法落成的一边上课 那旁边还在施工的官普国小 一直追加预算到了16亿这些事情 那刚刚我看到我们网友照明灯 抖内进来 他说感觉很像是一出条件交换的戏码 用不起诉换不揭发市政弊案的条件 他说他感觉很明显 我想这个网友讲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送给民进党这件事三个混 拿三个混 第一个混水摸鱼啊为什么呢 现在呢他就给你打迷糊仗 这个彻翼 我说真的四叉猫真的很白 你们刚刚巧云讲的太好了 昨天PTT湘米炸锅啊气死了 这个玩八蛋里面送30万海鲜 多少你说我可不可以去这个现场赌四叉猫 他谁啊每天那天混来混去的 他还很得意我每个月上八个通告 你看我基本生活会就有了 你在抖内给我 我四叉猫过得好爽 我只要跟四叉猫讲啊出来混有一天要还的啦 这是太可恶了 这是第一个混 第二个是混蛋啊 你就看到这些人啊 就像刚才卓老师讲的很好啊 你办这个不办那个 那一群混蛋嘛 还有怎样贪污腐败的一堆事情 我跟大家讲 这个新竹市的议长啊 来我节目曾经当场讲过 感叹你知道吗 一个议长啊 堂堂大议长啊 要几千块钱跟市议会 跟市政府建议都没办法 但是呢这个市长啊是磕霸殷妈的 怎样就是林志坚嘛 磕霸殷妈的这刚儿子啊 我的天啊 你知道整个新竹追加预算250几亿啊 比新竹一年年度预算还要高啊 这就是这个整个为什么新竹没有办法监督 很简单 又根本不给你监督嘛 我国家中央就丢钱给你 就搞定了 这第二个 所以这一群混蛋啊 第三个叫混泥土啊 为什么 因为脑袋恐怖粒的这些人 现在我认为就是什么 就是这些彻翼杀疯了 杀红眼了 因为他们现在彻翼积极想要证明什么 证明自己没有错 因为如果说今天我把高安抓下来 我就洗白啦 前阵子 这个我们还记得王世坚尖歌啊 是不是对彻翼开火直接说就是太监嘛 那这群太监现在怎样 想证明自己可以把它练回来 抱歉切了就切了 切了就两两 切了就没有了 不要来闹了好不好 而且我跟大家说 现在民进党侧翼深入到他核心有多么的夸张呢 我想巧心比我清楚 但是我这边啊 还补一个 对不对 这个 黄重燕 总统府秘书长 各位同学们 你不要这样子 他说他莫名其妙被拉进了一千个群组最多 你可以拒绝啊 你可以退群啊 莫名其妙的被去参 被自己去邀请别人参与了一个座谈会 我莫名其妙的 我是不是我的我 对对对 我莫名其妙的坐在侧翼的旁边 这莫名其妙嘛 所以很荒诞啊 黄重燕作为总统府秘书长 大家 我跟大家讲 现在彻翼对台湾的整个政治中枢啊 是侵入脑髓里面啊 侵入脑髓 总统府秘书长不是脑髓是什么 这个是在总统府旁边的 三个总统府秘书长是谁 叫做这个啊 开玩笑 所以国家权柄之中枢 已经完全毁坏了 大家了解吗 这是很恐怖的 而且我要讲民进党啊 不愧蔡英文说 他是中国人读中国书 你知道吗 因为他的执政风格啊 就我一个首读中国历史人来讲 我觉得他就非常中国啊 大家知道以前这个 唐代不是有三省六部制吗 上书中枢门下 这些官员怎么来 后来变成宰相很简单 因为他最早都是皇帝身边的亲近侧印官 我跟大家说 今天以台湾现在民进党这种执政方式 谁跟蔡英文最接近 谁的权力就最大 黄崇燕有没有实权 秘书长管的是什么 总统府什么公文都过他 大家都回想一下 回想一下哦 他最喜欢你们当什么 网路失忆症 为什么 因为呢 这个失焉案的时候 总统府可以公然派车载失焉 然后这件事情当没事 到现在还是那个衰小的吴宗宪的 不是Local King 嘿嘿 不是那个哦 是那个总统府那个侍卫 他现在还被判刑 他倒霉他做这个杀头 所以我觉得今天哦 真的这三个会已经要送给他 我再说一次 第一个叫什么 混水摸鱼 他现在就怎样 想搞混叫混 他这几百亿的不管 然后60万的跟你混在一起谈 这第二个就是一群混蛋 就像四叉猫这些侧翼子 简直是乱七八糟 第三个是混泥土 就怎样 孔国立死干到底 所以我认为民进党 我真的在送你们四个字 叫什么 你们再这样拼下去 你们跟年轻人就四个字 叫鱼死网破 你真的会把年轻人通通吓跑 通通赶走 我老实讲啊 国民党能不能吸引年轻人 不知道 巧心有很多年轻人粉丝 我知道 但是整个国民党可能不见得有 但是民进党会把年轻人粉丝 通通赶走 为什么 因为年轻人在民众党那边啊 在柯P那边啊 你现在开这个火 其实讲白了 他就是对2024柯文哲在开火嘛 他现在就是要来预防柯文哲 挑战2024的大位 柯文哲不见得选择上 如果他做第三势力 但是他可以大幅度的 把民进党年轻人拿走 所以他现在就要证明怎样 高宏安是个王八蛋 如果高宏安是个王八蛋 那那些年轻人就会对民众党猜心 那他本来就不太会去喜欢国民党 那就回到我民进党啊 这个就是他的如意算盘啊 所以我是认为 民进党真的要醒醒 真的要醒醒 不要再误判行事 还有像黄崇燕这一种 根本侵入脑水里面的彻翼思想 所以也难怪哦 大家不知道他有没有印象啊 台北市长群 哥哥你还记得 台北市长这个 唯一一场辩论赛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陈时中的稿 根本就彻翼写的 很像对不对 真相大白 因为他莫名其妙都在被他进君主里面 他搞不好说 哎呀我好苦恼啊 明天的这个辩论稿怎么写啊 for陈时中的幕僚 然后就马上彻翼就送一天稿给他 他们就把他上传 然后陈时中照着念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这个状况 国家的状况已经围如雷软 所以需要大家继续的集火 然后呢把探照灯打开 每天用力的看 其实高宏安 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对他不见得满意 但是大家要想啊 就像当年纳粹在杀人一样 他在杀外围的时候 你可能没感觉啊 他杀犹太人跟我没关系 他杀工会领袖跟我没关系 他杀共产党跟我没关系 但他杀到你头上的时候 大新闻大爆挂订阅靠大家 每日功课开启小铃铛 转发补课 每天都要支持大新闻大爆挂 他是澎湖浮蓬喜来 跟酒店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呢 这大干贝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氨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 产空 oked 过 过 离 阴 ved